就是從學術 從一個調查跟運作的這個部分 那我本身的專長在植物生態這個領域 最多如果你們要了解一番植物生態的方面的話 那這個部分我可以提供相關的什麼 相關的協助 那 收一下 坐著說啦 我再補充一下 目前我們在打這個台塑的戰爭打得非常辛苦了 台塑自從去年開始 他就不斷的在向政府逃索 他這個支持總統大選拼罵 應該有的報酬 包括六七四點六 四點七 那他現在很多行為越來越囂張 那在台中的朋友大家比較熟的可能是 台塑告中興大學 莊秉潔老師的這個事情 那那個事情事實上是在製造社會混亂 然後在浪費社會資源 那我們也批評環保署說 環保署就是社會的亂源 因為環保署長當這個台塑去告莊秉潔老師的時候 他就說法院是一個釐清事實的地方 事實上環評制度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就是公眾參與 那這學者他憑著他自己的學術良知 他的專業 他去提供給環保署更多的資訊 讓他們去做正確的判斷 這個應該是歡迎都來不及了 結果他因為這樣子被財團告 到底講環保署應該是勸這個財團呢 要和氣一點 應該撤告 但是這個環保署就這樣子說 那就是殺雞儆猴 讓我們這些關心環境的人大家都記住寒慘 那包括說來說現在我們在雲林在地 開的每一場記者會跟台塑有關的 他都派人去受證 所以像我們在禮拜辦一個記者會是要宣傳 我們下禮拜有在台西要辦一個平安長大的演唱會 如果朋友有興趣也可以一起來 好 星期六下午三點在台西的安息府 那最近有一個案例就是那個4.7期 他的環評的結論被六親要求勝負 結果後來勝負不成嘛 勝負不成他現在又要走這個術院的方式 但是他用術院他用勝負的方式 事實上已經破壞了環評的體制 從來沒有一個案子環評結論已經下結論還勝負 那台塑開先例 台塑在今年已經有三個案子他都已勝負了 那意思就是什麼 你環保署做的這個結論我不喜歡我不滿意 你趕快給我改 所以現在這個資本家是越來越囂張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就是一個 資本家同事的時代 所以我們人民再不團結起來 我們再沒有結護環保團體的力量再不集結起來 真的這樣子的一個可怕的結果 就馬上要來臨 而且我們真的很希望各位朋友 一起來為我們中部地區環境一起來處理 那我們現在開放給各位來提問這樣子 謝謝